大家好 欢迎来到现代教育海盗学员日语语音系列课程 我是小姚老师 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六课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哈行假名 这一行假名呢 评假名 片假名和罗马字分别长成这样 然后发音当中呢 有三个假名 它们是由无声辅音 哈 分别加上阿行对应的原音拼读而成的 这三个假名分别就是 哈 嘿 吼 再来读一下 哈 嘿 吼 这三个假名呢 发音的时候 先做好发阿行原音的口形 然后呼气 并震动声带就可以了 我们详细地来看一下发音要理 刚才所说的无声辅音 哈 哈 发这个辅音的音的时候呢 嘴巴张开 舌根隆起 靠近软饿 气流经声门摩擦而出 发音时声带不震动 尝试着来读一下 哈 哈 由这个辅音 由这个辅音加上原音阿 拼读起来读作 哈 哈 然后加上原音 エ 读作 嘿 嘿 最后 加上 rougeます 嘿 嘿 nos 那么中间还有两个假名 它的读音比较特别一些 我们先来看这一行的第二个假名 它的辅音呢 读作 这个音呢 发音时 嘴唇微张 舌面隆起 接近硬额 形成狭窄缝隙 气流从舌面与硬额之间摩擦而出 发音时 声带不振动 由这个音 加上原音 一 组合起来呢 读作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不能读成汉语的 也不能读成黑之类的 注意它的发音 下面 这一行的第三个假名 它的辅音呢 读作 发音时呢 双唇微起 形成很小的缝隙 气流从双唇中间 轻轻地摩擦而出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由这个音 加上原音 连起来 读作 所以本行假名呢 中间的两个读音一定要特别注意 其中一个呢 就是 它的发音是由无声辅音 的遍体 和原音一相拼而成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音 再来读一下 就是 千万注意不能念成汉语的黑这个音 读作 另一个假名呢 它是由无声辅音 和它的变体 这个音 和原音 拼起来的 所以呢 不能念成 如果我们念成 的话呢 表示上牙咬住了下嘴唇 这样才能读出 呼的音 对不对 而这个假名呢 是不需要咬住嘴唇的 双唇靠近 气流从双唇间摩擦而出 就像在吹蜡烛一样 读出这个音就可以了 试着来念一下 呼 呼 呼 嗯 好 这两个假名的发音 非常重要 我们把 这一行的 五个假名 再来读一下 其中的发音 最重要的 呼和呼 一定要注意 那么 这一行假名中间呢 有两个假名 在以后我们学语法的 过程当中会知道 它们是可以用来 做注词的 做注词的时候呢 发音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 第一个假名本来是读作 哈 可是 做注词的时候呢 它就会读作 哇 而 嘿 这个假名 它在做注词的时候 发音就是 え 以后在 语法的学习当中 我们会遇到这一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假名的写法 第一个 哈 的写法 来看一下 左边呢 是平假名的写法 右边是片假名 仔细来观察一下 再看一遍 好 那么片假名的写法呢 就像是汉字的 八一样 这个假名 读作 哈 哈 哈 好 来看第二个假名 它读作 hi 刚才我们还说了 读音很特殊 而它的写法呢 平假名是 一笔写成的 再看一遍 一笔写成 有点像一个 不倒翁的形状 片假名呢 写出来 有点像汉字 匕首的匕 一边看 一边再来跟我读一下 注意发音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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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来看 第三个假名 第三个是 hu 它的平假名呢 是由四笔写成的 注意观察 四笔写成 片假名比较简单 只有一笔写成的 再来看一遍 片假名 也是两笔 好 这个就是 第三个假名 最后 再来跟我读一读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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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 第四个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写法 它的平假名 和片假名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个假名读作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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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假名片假名 都是一笔写成的 好 这行的最后一个 最后这个假名呢 读作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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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平假名的写法呢 就好像是在 ha 这个假名上面多了一横 对不对 平假名的写法 注意观察一下 而片假名这边呢 也是四笔写成 感觉有点像汉字 木头的木 这个字 好的 五个假名的写法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把这个ho 再看一遍 那么读音和写法 说完了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要来练习读音了 练习 看着这些假名 把它读出来 多读几遍 去熟悉 每一个对应的写法 好 一起跟我来读 哈哈 hi ha fu ha he ha ho ha ha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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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hi he hi ho hi ha fu hi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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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fu he hufu he h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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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hu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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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ho haho hi ho hihou fu ho h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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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fu ha ho hifu ha ho hifu ha ho he ho he ho ho h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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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fu he ho hifu ha ho hihihui he he hahifu h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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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ho he he hifu ho ha ho he hi ha hifu ha ho he hifu ha 嗯,好的 那么假名的读音呢 我们就先练习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认读单词 第一个是 哈哈 哈哈 两个假名一样,一调词 手音高之后降下来 哈哈 这是母亲妈妈的意思 哈哈 第二个词呢 也是一调词两个假名 他读作 哈喜 哈喜 筷子 汉字写作柱 是筷子的意思 哈喜 下一个 哈那斯 哈那斯 这是一个动词 说话的意思 哈那斯 然后 哈塔奇 哈塔奇 这个词的意思是 二十岁 哈塔奇 因为二十岁呢 这个年纪比较特殊一些 在日本是法定成年的年纪 所以它的读音也比较特殊 其他的年纪呢 都是数字的读音 后面加上 撒意 因为碎这个词读作 撒意 而只有哈塔奇 这个发音特殊一些 二十岁 二十岁 是一个成人的年纪 我们把这四个词一起再来读一下 哈哈 哈哈 哈死 哈那斯 哈那斯 哈塔奇 哈塔奇 好 再来看几个单词 第一个词是 日当り 日当り 这个词呢 有两种声调 零调或四调都可以 单就这一个单词而言 零调和四调读出来是一样的 就是 日当り 日当り 意思是向阳处 第二个词 阿萨姬 阿萨姬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汉字 来记这个词 汉字写作朝日 对不对 朝这个字呢 就读作朝 单独写着一个字 也读作朝 就是早晨的意思 而日 在这里读作 所以连起来呢 就是 朝日 朝日 朝阳 下一个 低的 矮的 低的 好 下面是 福 衣服 下面 船 船 那在写船这个汉字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它的右上角和咱们汉字的船 长得不太一样 对不对 日语的船 日语的船这个字呢 右上角是个八 而汉语的船呢 右上角是几 写汉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而这个词的读音呢 读作 船 好 我们把这五个词 也来读一读 好 好 继续来看 这边第一个词呢 读作 财富 财富 汉字写作 财布 就是钱包的意思 财富 好 第二个 下手 下手 但它的意思 好像跟汉字 感觉不太一样 是吧 它的意思是表示 不高明的 笨拙的 或做什么事 做得不擅长的 叫做 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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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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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个 壁 就是墙壁的意思 财富 然后 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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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猩 欧西 最后一个 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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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的 窄的 欧索 好 这五个词 一起再来读一下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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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 下手 财富 财富 欧西 欧西 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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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的 那么 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关于 哈行的五个假名 读音 以及写法 大家下去 一定要好好地练习 はい じゃあ皆さ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